我们下一集要为大家来探讨的是有关于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那不知道俊颖师兄您有认识像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朋友吗 我想周遭有些人都会有一些什么失眠啊 失眠啊 甚至是影响到肠胃未失到腻瘤等等的症状都会有 所以这些确实是我们现代人很多的一个问题一个毛病 那么我们下一集呢就要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师兄 他怎么样从这样子一个自律失调的状况里面走出来 以至于到现在都能够跟大家非常的协调 那我们就再跟大家相见咯 谢谢大家